无姓婚姻第十年,我怀孕了,十年前宋承被迫娶我,十年后终于离婚,可当我带着孩子准备离开时,他红着眼跪下来求我别走,云间十里,江城最豪华的妇人区。 和宋承结婚的这十年,我们的房子越换越贵,我也从一个普通的林老师变成了圈子里有名的宋太太。 整个别墅没有一丝灯光,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我从不会在十二点前回来的丈夫,心里一片死寂。 是了,我的丈夫宋承在新婚夜就和我分居了,结婚整整十年,除了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准备早餐,能和他见上一面,我们的交集屈指可数。 指针划过十二点,门口传来要是转动的声音,宋承打开灯看到我,一脸惊恶,或许奇怪这么多年别墅第一次没给他留灯,或许奇怪等着他的我。 新婚不久我也是等过他的,换来的是他冷漠地告诉我,再这样等他,他不会再回来。 我的百般讨好,只换来了和他共用早餐的资格。 怎么还没睡?不是说过不用等我吗? 宋承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清冷。 我们离婚吧。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身体像被抽空了一般,好像压在心里多年的石头,被搬走了。 有点空,又说不出来的放松。 我没空陪你玩游戏。 是啊,谁会相信当年不顾一切,要嫁给他的我,真的想离婚呢? 没开玩笑,我们离婚,认真的。 因为宋是给微微的心系投资。 宋承的眉头皱起。 这是我欠微微的,结婚前我说过,我会娶你,也会对婚姻忠诚,但我会弥补微微。 宋承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看着我,似乎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你欠他的,我不欠,我想离婚和别人没关系。 我面无表情,语气平淡。 宋承似乎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婚,叹了口气,爸妈不会同意。 是啊,当年能嫁给宋承,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我的公公婆婆。 他们喜欢从小看着长大的我,看不上只是一个漂亮的孤儿的李小薇。 他们会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十年都没同房过。 你是因为这个宋承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我打断。 我怀孕了,第二天我下楼的时候,宋承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衣服没换,像是坐了一夜。 结婚十年,头一次我没有早早起来做早餐,宋承看着我的眼神复杂。 孩子是谁的? 陆燕。 宋承满脸疲惫,声音低雅。 我嘲讽一笑,陆燕是李小薇的老公,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别人的老公。 那是谁? 宋承的语气中带着难堪和隐忍。 不知道,只不过一夜罢了,不知道是谁。 我语气随意。 你就这么遭见你自己。 为了报复我,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宋承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难得的情绪起伏这么大,额头上的青筋凸起。 宋承,我只是累了,我没想报复谁。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会生下来。 我们离婚后,你一个人也好,再找李小薇,再续前缘也好,都与我无关。 我们离婚,协议也好,起诉也罢,我心意已决。 宋氏的钱我不要,我父母给我的遗产足够我这辈子花了。 十年了,这段错误的婚姻该到头了。 宋承看着我,少见得完完整整地把我看在眼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想好了? 是,我毫不犹豫。 良久,宋承开口,好。 我会安排律师,婚后共同财产给你一半。 行,一个要离婚的单亲妈妈,没有理由拒绝丰厚的财产。 最先知道我和宋承要离婚的,是我的公公婆婆。 这时间除了父母对我最好的人,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 说起来,我和宋承也算是青梅竹马。 我们两家小时候就是邻居,宋父宋母那时候生意不大,却忙得脚不沾地,宋承经常被送到我家。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爸爸更是江城大学的知名教授。 书下门第,加上我从小就学习优异,宋父宋母非常放心,两家的关系也都很好。 小时候的宋承就像养在我家一样,而我也总喜欢跟在宋承身后。 那会儿同龄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宋承的身后永远有一条漂亮的小尾巴。 而我被欺负的时候,宋承也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保护我。 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 我看着面前的宋父宋母。 这十年,他们不是不知道宋承对我的冷淡,也多次敲打宋承要好好对我。 我们十年没有孩子,他们不知内情也未曾对我不满。 这段婚姻若说给我的还有一丝温情,便是这彼得上亲生父母的公婆了。 乖乖,听宋承说你们要离婚,是不是那小子欺负你了? 你跟爸妈说,爸妈,去教训他。 离婚不是小事,我们宋家只认你这个儿媳妇。 是不是又是李小薇那个贱女人,当初就缴得你们退婚? 现在结婚了还不安分,陆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天天出来抛头路面拍戏。 乖乖,爸妈都是站在你这边的,你的爸妈可是为了救宋承命都没了,宋承敢跟你离婚,我们宁愿没有这个儿子。 我的眼睛变得潮湿,他们关心的话在耳边萦绕。 比起调皮的宋承,从小宋父宋母就格外喜欢我,宋承都时常吃醋说不如让我做他们的女儿。 我的父母为救宋承去世的那天,宋父宋母说以后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这些年,他们对我的疼爱比宋承更深。 爸、妈,是我要离婚的,和宋承没关系。 宋承被逼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了,他不快乐,我也不开心,我累了想放手了。 我怀孕了,孩子不是宋承的,结婚十年,他从来没碰过我。 爸、妈,对不起,我不能再做你们儿媳妇了。 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 在和宋承提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哭,怀孕的时候没有。 这十年里,直到李小薇和宋承藕断丝连,宋承为李小薇在娱乐圈保驾护航的时候也没有。 可如今,看着两位关爱我的老人,我终于气不成声。 宋父宋母如遭雷击,许久说不出话来。 这场婚姻,伤害得又何止我们? 和宋承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宋父宋母和宋承都一致要分我一半财产。 而宋父宋母更是表示,以后我就是他们女儿。 乖乖,是我们宋家对不起你。 你不想离婚的话,这个孩子以后就是宋家的孩子。 你想离婚的话,以后你就是我们宋家的女儿。 恍惚间想起宋父宋母的话, 小时候只有两家父母和宋承惠叫我乖乖。 父母去世后,宋承也对我没有了从前的情分, 就只有宋家两位老人这么叫我。 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疼爱, 让我觉得这段婚姻或许没有那么失败了。 离婚那天,宋承一身黑衣白衬衫。 已经三十五岁的宋承,依旧俊朗不凡, 依稀能见十年前,让我心动不已的眉眼。 多年的商场沉浮,让她更添魅力, 以后江城又多了一位钻石男了。 我今天从云间十里搬出去, 王嫂继续留在那里伺候你, 以后有事情解决不了来找我。 不得不说宋承的确是个厚道的男人。 如日中天的宋氏企业, 他给了我一半的股份, 房产不动产等,也大半分给了我。 无情又有情,若非如此, 我也不能在这段冷漠的婚姻里忍受了十年吧。 好,我想离婚, 也打定主意远离这么多年的爱恨纠葛。 不过因为送父送母, 我并不想撕破脸。 说到底,当年想结婚的是我, 如今想离婚的也是我。 离婚后,我的生活并没有不适应, 宋承本就在我的生活中出境很少。 只除了我再也不会, 因为怕宋承常年饮食不规律, 早起精心准备早餐, 每天将宋承的衣服鞋子手表搭配周到, 将宋承的胃药按时按量地送给他的助理。 宋承冷落我十年, 我就努力见缝插针地在他生活里逗留了十年。 我的一腔孤勇, 换来撞得头破血流。 我也说不清在什么时候, 对宋承的爱意就慢慢消散了。 曾经, 我只爱宋承。 父母去世, 失去家人后的我拼命抓住宋承。 而如今, 我有了孩子, 孩子会是我余生最亲近的家人, 有了孩子的我身体并不好受。 我比宋承小一岁, 现在也是三十四岁的高龄孕妇了, 强烈的孕兔反应让我的身体迅速消瘦。 去做产检的时候, 离婚后我第一次看到了宋承, 以及他身边的李小薇, 看了一眼头顶上的妇产科三个字, 我心底一潮, 怎么一个人来? 王嫂呢? 宋承清冷的语气中带着布满。 林姨姐, 你也身体不舒服吗? 李小薇戴着口罩, 漂亮的眉眼比十年前更加精致。 以前只会穿衬衣牛仔裤的孤儿, 现在一身高定, 再没了从前的锦小慎薇。 还是和宋氏并驾齐驱的陆家太太, 娱乐圈的一线明星。 陆宴出差了, 我才让诚哥哥来陪我做产检的, 林姨姐别误会。 真是一脸的纯真无辜。 我冷漠地开口, 别叫我姐, 我爸妈只生过我一个女儿, 现在我和宋承离婚了, 你更用不着来和我攀亲戚。 这十年, 李小薇多次在我和宋承的婚姻里, 以无辜者的姿态出现。 我也多次因为宋承对她的维护心口发疼, 可现在看着他们, 心里却没了一丝波澜。 原来会变的, 也不只是宋承啊。 李小薇一愣, 她似乎也没想到我们居然离了婚。 林姨姐, 当初你不是最想嫁给诚哥哥的吗? 怎么会想离婚呢? 是因为我吗? 诚哥哥现在只把我当妹妹, 我也结婚了, 如果林姨姐介意, 我不耐地打断, 以前想结, 现在想离, 有什么问题吗? 宋承以前喜欢我, 现在不也喜欢你。 至于你, 我结婚不是为你, 离婚更不是, 难不成你结了婚, 还能和宋承有什么关系。 我虽不再爱宋承, 可对李小薇始终是厌恶的。 毕竟如果没有她, 我和宋承或许不会走到今天。 李小薇无辜的眼神看着宋承, 眼中泪水半落不落。 从前只要她这样看着宋承, 宋承的维护便会随之而来。 林姨, 微微只是关心你, 你何必咄咄逼人? 林姨, 陆家不赞同微微去娱乐圈, 她一个新人, 难免被欺负。 我只是帮帮她, 当初是我抛弃了微微, 微微也很无辜。 林姨, 微微胆子小, 你不要针对她。 可今天, 宋承却反常地沉默, 李小薇眼中浮起了难堪。 宋承说道, 以后王嫂不方便的话叫上我, 孕妇一个人不安全。 婚前没有的关心, 婚后倒是看到了, 但我已经不需要了。 你怀孕了? 怎么可能? 李小薇的声音尖锐起来, 似乎难以置信。 怎么不可能? 你能怀孕, 别人不能吗? 我语气平淡, 转头看向宋承, 不必了, 我没有让别人的老公赔我的癖。 李小薇的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这么多年都没有怀孕, 有点突然。 我看着李小薇, 平静开口, 没什么, 孩子不是宋承的。 李小薇陡然失声, 宋承面色僵硬, 我微微一笑, 转身离去。 我心里发笑, 真以为我一定会爱宋承一辈子吗?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鼻青脸肿的宋承在沙发上等我。 宋承上次等我, 好像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平淡问道, 你来干什么? 以前宋承手破点皮, 我都会心疼半天, 可如今看着他受伤不清的脸, 我却一点感觉都没了。 原来当年我要死要活想嫁的人, 有一天我也会不爱了呀。 至于他被谁打的, 不用猜, 除了陆燕没别人了。 陪着别人的老婆做产检, 呵呵, 若不是知道宋承是什么人, 这顶绿帽子怕是摘不下来了。 说起陆燕, 也是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的。 比起品学兼优的宋承, 陆燕是出了名的混不吝, 从小爬墙, 逃课打架, 什么都做过。 陆家背景深厚, 陆老爷子还做过司令。 陆燕高中毕业, 就被家里送进了部队, 出来却做起了生意。 好在陆家底子后, 现在陆氏的实力比宋氏还胜过一头。 宋承和陆燕从小就不对付, 可笑的是, 还居然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 李小薇。 圈子里看不起李小薇出身的不少, 但她同时让江城的两大精英倾心, 什么出身都不重要了。 最后, 我嫁了宋承, 陆燕娶了李小薇, 两人依然不对付。 这些年, 李小薇时常在宋承眼前出现, 陆燕十分不满, 说我眼光差看上的什么男人。 我们四个人的爱恨纠葛, 就这么糊涂地持续了十年。 宋承开口道, 今天看你的脸色很差,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年纪不小了, 怀孕有不少风险, 宋氏有合作的医院, 正常的孕兔反应罢了, 今天产检身体没什么问题。 离婚前也没见你关心这些, 离婚后更不用了。 我喝着王嫂准备的温牛奶, 实在不想再应付宋承。 宋承沉默了一会儿, 又缓缓问出, 这十年, 你是不是恨我? 是我要嫁的, 没资格恨。 宋承看着我没有情绪的脸, 眼里有挣扎有痛苦, 还有迷茫。 林姨, 你是不是后悔了? 或许吧, 我把你捆绑了十年, 今天却发现所有人都在怪圈里困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我是该后悔, 还是该自责。 你为了救命之恩娶我, 看着李小薇嫁了陆燕, 又冷落了我十年, 保护了她十年, 这段简不断理不清的关系, 我觉得十分厌烦。 宋承, 是我知道错了, 若能重来, 我更想回到从前, 从前的从前, 我的眼前渐渐有了雾气。 我有爸爸妈妈就好了, 有家人, 我就不要你了。 如今我真的不要了, 发现没那么难, 也没那么痛。 我的十年, 也是你的十年, 我们都没成赢家, 真可笑。 呵呵, 宋承,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看见你们。 以前的日子我愿赌服输, 以后的日子我会和孩子好好过。 你不用担心我, 你知道的, 只要我愿意, 我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好。 说到最后, 我看到宋承的眼中, 竟含有泪光。 是啊, 十年, 骄傲明媚说, 只有我配得上宋承的玫瑰凋谢了, 而说要守护玫瑰的王子, 也不复当年。 若能重来, 我真的不要爱宋承了。 不要在这段以爱为名的囚劳里, 让他陪我连坐。 我没得到自己的爱人, 他也是。 孩子的反应比我说得严重多了, 胎盘位置低, 不到三个月就见红了, 医生让我住院保胎, 不然孩子或许会保不住。 孩子是我如今唯一的亲人, 我跟学校请了一年假, 就带着王嫂住进了医院, 并吩咐她不要告诉别人。 起码我要保住孩子的时候, 不想再和谁纠缠了。 第一个找来的是陆燕, 也不意外, 在江城没有陆燕找不到的人。 陆燕劈头盖脸地问, 怎要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 宋承不是你当初死活要嫁的吗? 如今的我形容憔悴,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头。 我波澜不惊地说道, 难道你怕宋承去找李小薇? 他爱找不找这孩子是谁的? 陆燕一脸不羁, 还是当初那副匹帅的样子。 陆燕看着玩世不恭, 但整个江城都知道他手段厉害, 在他手上没有亏过的生意。 不知道。 林姨,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在生孩子, 你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早知道你他妈这么做见自己, 我当初就不该。 陆燕一脚踢开了椅子,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我生孩子, 你这么生气干嘛? 李小薇不是怀孕了吗? 难道你怕孩子不是你的? 我的话让陆燕长红了脸, 他气急败坏, 我是说你, 这个孩子你准备怎么办? 我淡淡开口, 生下来, 宋承给我分了很多钱, 足够我带着孩子花几辈子了。 可是孩子没有爸爸。 陆燕终于平静下来, 你以后要怎么跟他解释他没有爸爸? 有些角色不是钱能替代的。 以后的是以后再说, 他未必以后都没有爸爸。 我只是离婚了, 不是要为宋承守节。 陆燕却笑了, 林姨, 真有你的。 躺在病床上, 我想着曾经为什么一定要嫁给宋承呢? 五岁那年, 宋家搬到我家隔壁的别墅。 自那以后, 我的世界里就有了个宋承哥哥。 每天我们一起上学回家, 妈妈给我准备的饭盒永远有宋承的一份。 十岁的时候, 我读小王子, 为那朵被留下的玫瑰流泪。 宋承说我就是最漂亮的玫瑰, 它会是永远保护玫瑰的小王子。 初中开始, 我的抽屉有了其他男生送来的情书。 每次都是宋承出面退回去, 并把人揍了一顿, 慢慢大家都知道我是宋承的小青梅, 谁都不敢打我的主意。 高中时, 我的数学偏科, 晚上学习到深夜, 压力大到偷偷哭。 宋承总是能抽出时间帮我补课, 在我们考上同一个大学时, 他比我还要高兴。 我们一直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 两家父母也约定了大学毕业就订婚结婚, 宋承也不曾反对。 我和宋承没有轰轰烈烈地追求和表白, 但十几年的日子早就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彼此。 我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 直到那一年, 李小薇的出现打破了我们的幸福泡沫。 李小薇是孤儿, 一个在人群里让人见之难忘的漂亮的孤儿, 还是我们家一直资助的孤儿? 我们家的善意将他送到我的身边, 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致命一击。 李小薇比我小三岁, 我大四那年他才刚考上江城大学, 作为我们家的资助对象踏入我们家。 据他说,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 彼时的李小薇一身廉价的衣服, 洗得发白的书包, 贫穷而美丽, 怯生生地叫我林姨姐。 我对他主动伸出了善意之手, 邀请他住在我家, 给他买了漂亮的小裙子, 还带他认识了宋城。 那时的李小薇就像我的小尾巴一样, 整天林姨姐地叫着, 宋城说就像我小时候跟着他一样。 李小薇聪明漂亮, 成绩很好, 在我的帮扶下也很快融入了江城的生活。 漂亮的女孩子不缺追求者, 但李小薇从不接受任何人。 我笑着跟宋城说, 不知道哪个王子能得他放心, 宋城总是笑笑说微微还小。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宋城口中的他已经从李小薇变成了小薇, 到后来的微微, 从最初的不假词色, 到温和有礼, 到最后的宠溺。 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呢? 好像是我和宋城的约会 每次都变成了三个人, 李小薇开始温柔地叫成哥哥, 宋城为我准备的礼物 也总多了一份李小薇的。 而在我忙着考研的时候, 李小薇却能独自和宋城见面了。 李小薇也每次都大大方方地告诉我 他们的行踪, 见面的理由, 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又觉得似乎没有不妥。 陆燕那个时候还跟我打听了不少李小薇的事, 说宋城和李小薇关系好像很好。 我都是笑笑说我们关系都很好, 李小薇是我们家资助的妹妹, 他喜欢李小薇的话, 自己去追, 每次都将陆燕气地跳脚。 而在我们准备订婚的时候, 假象终于被打破了。 我在自己家撞见了宋城温柔地抱着李小薇, 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可怜地说着不想成哥哥订婚, 让人保护欲十足。 那天的结果是我怒气冲天, 抽了李小薇两耳光, 宋城生气地说这不是他的错, 然后带走了李小薇。 我的人生就此第一次滑铁炉。 陆燕走后不久, 宋父宋母也找到了我这里, 虽有王嫂陪护, 他们也经常来看我, 为我送饭煲汤。 宋城没有来过, 我也不想看见他。 之后李小薇也找来了, 我心里一笑, 看来只要我在江城, 就注定没有安生的日子了。 现在的李小薇浑身上下无不精致, 有美貌有手腕还有资本护航, 在娱乐圈混得如鱼得水。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一身衣服不过白, 现在随时一身都大几十万, 不得不说他的确算是成功逆袭。 他摸着尚未显淮的肚子, 巧笑嫣然, 林姨姐, 听说你一个人在这儿保胎, 我跟宋城哥说了让他来看看你, 可他死活不同意。 李小薇, 装了这么多年不累吗? 或者说,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还有必要妆吗? 这次我倒是真的疑惑。 李小薇的脸色变了变, 又微笑道, 林姨姐, 我是真的关心你, 我怀孕后陆家就不让我拍戏了, 把我的肚子看得比什么都重, 出门也让好几个人陪着我, 林姨姐就一个人。 我冷冷打断, 李小薇, 宋城给了我一半家产, 宋爸爸宋妈妈也常来看我。 你不用担心, 我的孩子会平安生下。 他似乎对我的平淡十分不满。 林姨姐, 难道你真的不喜欢宋城哥哥了吗? 你以前那么爱他, 不惜用叔叔阿姨的死逼他娶你, 难道真的放下了吗? 果然是越熟悉的人, 越知道刀子往哪里捅最痛。 我不爱宋城了, 可是生我养我, 宠了我那么多年的父母, 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们死在了那个大雨天, 为宋城而死。 那年我和宋城闹崩, 我们的订婚即将破裂, 我日日魂不守舍, 就像失去了最心爱的宝物。 我第一次埋怨上了狼心狗肺的李小薇, 甚至怨上了资助这只白眼狼的, 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为了我找上了宋城。 那天晚上, 他们说了什么没人知道, 只是回来的路上, 他们坐了宋城的车。 刹车失灵, 我的爸爸将驾驶座的宋城推了出去, 自己奔向了死亡。 妈妈和宋城都跳了车, 最后活下来的却只有宋城。 从那天起, 好像我也变成了孤儿。 许师对我脸上的痛涩十分满意, 李小薇笑意更甚。 林姨姐, 这可是你好不容易换来的机会, 你就这么不珍惜, 叔叔阿姨怕事都会怪你。 我对她的厌恶终是难以掩饰, 不如你下去替我问问。 或许他们更后悔的是, 不该资助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现在我不要宋城了你, 还来找我干嘛? 难不成你其实不喜欢宋城? 你只是想要我的东西。 李小薇瞬间面红耳赤, 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她继续笑着说, 林姨姐生下来什么都有, 又怎么能体会我们这种人的痛苦和挣扎, 若不会钻影与谋划, 我又怎么会有今天? 可林姨姐生来什么都有, 现在除了离婚分道的钱, 也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吗? 我曾经是孤儿, 可林姨姐现在也是孤儿了。 成哥哥不回家的那些天理, 可都是和我在一起。 林姨, 你在高高在上, 现在也被我踩在脚底了不是吗? 她精致的脸上有一丝扭曲, 我也不清楚她的恨意究竟来自哪里。 李小薇话还没说完, 就被冲进门的宋母抽了一耳光。 见蹄子, 没教养的东西, 林姨是我们的女儿, 伦得到你来说三道四, 活该路家人都不喜欢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得什么心, 宋承敢跟你来往, 我们就当没这个儿子, 宋氏可不是宋承一个人的。 烂心烂肺猪狗不如的人, 养条狗都比你会暴达人, 林家资助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肚子里怀着孩子还来害人, 当心遭报应, 林姨有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宋母早年做生意十分泼辣, 李小薇在宋母的叫骂声中节节败退, 而门口的宋承更是脸色难看。 李小薇脸色苍白哭着说, 成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关心林姨姐, 可林姨姐不领情, 我一时生气才口不择言。 不久后赶到的鹿燕, 不由分说打了李小薇一耳光, 一脸利器, 我说了不许找林姨的麻烦, 听不懂话以后就别出门了。 这次她的两个护花使者都没站在她那边。 鹿燕带走了李小薇, 说以后不会让她再来找我, 冰冷的病房内只剩下了我和宋承。 她将保温筒放到了桌子上, 坐在我的病床边开始削苹果, 然后切成一小块的放到盘子递给我。 这个画面小时候她做了无数次, 我没接, 嘲讽一笑, 宋承, 离婚了看到你的次数好像反而变多了。 还有, 我现在不爱吃苹果了。 从她开始同样给李小薇削苹果的时候就不想吃了。 林姨, 我很抱歉, 这么多年都很抱歉。 宋承的语气带着无力, 我看着宋承, 平静说道, 宋承, 你该解脱了, 我也是。 是我爸自己想救你, 你用不着背着人命过一辈子。 宋承固执地回应, 结婚的时候, 我说过会照顾你一辈子, 不管是不是离婚, 我都会。 这个离婚不拖泥带水的人, 似乎执着于一定要照顾我。 我缓缓开口, 宋承, 那天晚上, 我爸妈和你说了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和他共同的逃避下隐瞒了很多年。 我猜猜他们看我那些天那么伤心, 肯定是要你离开李小薇吧。 我们家把李小薇赶出了门, 他就被你接走了, 他们要李小薇离开江城是不是? 你正喜欢他的时候, 肯定没同意, 所以你们大吵一架, 你要跟我退婚。 宋承的眼睛发红, 声音哽咽, 乖乖, 不等宋承回答, 我继续发问, 他们那么宠我, 一定很生气。 我爸爸有心脏病, 是不是被气得病发了? 他的要在身边吗? 宋承, 这么多年你冷落我, 真的是因为李小薇吗? 还是你根本不敢面对我? 宋承, 我爸爸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宋承在我的目光中败退下来, 他的脸色灰白, 身体像被压垮了般弯曲。 最终宋承狼狈离开, 再没来过。 上次李小薇来闹了一场后, 我开始盘算着离开江城了。 在这里, 我不放心孩子能顺利出生。 既然要离开这些爱恨纠葛, 索性就断个干净。 这座城市承载了我前半生所有的喜怒哀乐, 和过去告别, 离开或许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了。 我将手中的资产做了梳理, 股份分红每年会定期打到我的卡上。 名下的许多不动产, 我开始托人出售。 至于一些大额资金, 我找了理财经理帮忙打理。 做资产规划的时候, 我再一次看见了那一晚的人, 或者说是我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基因看起来还不错, 眼前的男人外形条件很好, 是个小有名气的投资人。 当他那天看见我五个月的肚子时, 我不意外他又找到了我。 他小心地斟酌措辞, 林小姐, 我是顶峰投资的赵衡, 我想问下这个孩子, 我直截了大, 和你无关。 他继续说道, 那天你是第一次孩子的时间正好。 我冷静地说, 赵先生, 不管你是否是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 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 那天不过是成年人之间的你情我愿, 我想赵先生也不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人, 这个孩子未来不会和你有任何关系。 恍惚间想起那一晚, 又是李小薇那边出了问题送城跑过去解决, 而李小薇十分体贴地发来了照片, 和我表示了感谢。 这些年, 因为李小薇, 他们的互动一次不落地, 直播给我看了。 于是有了那一夜, 纸醉金迷的酒吧里, 我无声买醉, 没有拒绝赵衡伸向我腰间的手, 和他在我耳边吐出的一句可以吗? 然后一起毁灭吧。 醒来时, 我没再看身边的男人, 巧声直接离开了。 孩子是意外, 但却是如今我唯一的期盼, 日子还要过下去, 总得有点盼头儿。 赵衡没被我的冷淡吓退, 林小姐,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不知你和宋总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 但孩子既然是我的, 我愿意对你负责。 我今年三十六岁, 未婚, 是顶峰投资的高级合伙人。 我知道林小姐继承了不少财产, 这些都可以婚前公正, 而我的资产和收入 都可以作为婚后财产共享。 我是江城人, 父母都在江城医院工作。 我希望和林小姐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请你相信, 我是有诚意的。 我微微醋眉, 赵先生, 据我所知,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如果只是为了孩子没必要。 赵恒继续开口, 林小姐, 既然我们目前都未婚, 并且共同有孩子, 另外, 你的条件也符合我对另一半的期待, 所以, 为何不试试呢? 我没再拒绝, 其实赵恒说的倒也没什么问题。 比起别人, 起码他是孩子的父亲。 之后, 赵恒陆陆续续地约我, 不过分热情也不疏远, 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不愧是资深投资人, 和人交往起来很是得心应手。 我的资产被打理得不错, 房产也陆续卖出了一些, 这其中赵恒出力不少。 我露出想离开江城的想法时, 赵恒并没阻止, 之后几次产检也都陪我一起。 其实, 过日子的话, 这样的人也没什么不好。 可我想远离过去平静度日, 却总有人不如我愿。 景浩宋是总裁夫人婚内出轨, 怀肩夫孩子被扫地出门景浩的头条, 打破了这一个月来的平静生活。 我的孩子现在有六个月了。 头条上赫然是我和赵恒的照片, 一起吃饭的, 还有去做产检的。 我们举止不曾亲密, 但角度拿捏到位。 我和宋诚的离婚时间, 孩子的月份都被爆出来, 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我给宋诚戴绿帽子, 还恬不止尺分走他一半资产的消息。 我的学校, 电话都被人肉, 各种人的辱骂电话响个不停。 这女人看着挺清纯的, 却那么辣, 还是大学老师, 以后别让孩子报那所学校, 这种人不配为人师。 听说他爸妈还是教授爱, 就交出这个不知廉耻的人, 不会他们就是被他气死的吧。 各种恶毒的谩骂向我袭来, 能让和宋氏有关的消息这么快传播, 除了顶着陆夫人名头, 在娱乐圈有不少资源, 又对我身怀恶意的李小薇, 没别人了。 很多时候, 我都在想, 我们是不是上辈子的孽缘。 纵使我嫁了宋诚, 这些年她做了陆夫人, 宋诚又对她多有照顾, 她对我的恨意何至于如此之深? 可这一次, 我不会束手待毙。 宋诚找来的时候, 我正在整理李小薇的资料, 里面包括她如何接受我父母的资助, 怎么抢走我的未婚夫, 以及这么多年她一边坐着陆夫人, 一边发给我的, 和宋诚来往的各种记录。 连宋诚都不知道, 这十年来, 她和李小薇的行踪 一次不落地被送到我手上, 精心挑选的图片和视频 更是让她们的纠缠实锤。 李小薇既然想用舆论攻击我, 就做好反噬的准备吧。 这些年, 我不和她计较, 只是不想打破这段婚姻表面的平静。 可当送成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她李小薇又算个什么东西呢? 别墅里送成小心翼翼地看我的脸色, 我觉得好笑。 这十年的煎熬, 让我早已没什么承受不住的了。 她试探地开口, 网上的绯闻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我嘲讽一笑, 你准备怎么处理? 别跟我说, 你不知道是谁做的。 送成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低下了头, 我会承认这个孩子是我的, 我们是和平解除婚姻。 我看向送成, 认下不是你的孩子,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地爱做冤大头。 她无视我的嘲讽, 继续开口道, 你愿意的话,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 也是宋氏唯一的继承人。 我不怀疑他的话, 这么多年, 送成在钱上, 从来不亏待我。 不用了, 送成, 孩子只是我的, 和你无关。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你要不要帮他, 都随便你。 我吐出一口气, 突然感觉有些无力, 为什么就算我放手了, 还是离不开你们的纠缠。 送成,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送成看我神色落寞, 眼中闪过愧疚和不忍。 他艰难开口, 是我的错, 是我错了这么多年。 走之前, 他留下一句,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可他不明白, 我早就不需要他的交代了呀。 李小薇和送成纠缠的证据, 被放在网上后, 反响比我预想的还要热烈。 李小薇是一线女星, 一直以来都是清纯玉女的形象, 粉丝众多。 可我放出的各种聊天记录, 高清图片和视频, 都是实锤中的实锤, 容不得他挣脱和辩解。 一时之间, 李小薇的被骂声覆盖全网, 愈演愈热, 远远盖过了我的绯闻。 甚至, 还有人同情我这么多年忍辱负重, 被小三踩在头上。 而送成出面承认孩子是他的后, 众人更是认为 我的失婚是被李小薇逼迫。 李小薇的各种广告代言被解约, 剧组也停摆了。 违约今有陆氏兜底, 但他的名声是烂到底了。 看着他如过街老鼠般被讨伐, 我颇为满意。 连带着陆氏都受到了舆论的冲击, 更有陆氏总裁当接盘侠的戏言。 陆燕的电话打来时, 我正在浏览网上的帖子, 不知是不是送成出手, 网上对我的消息几乎都淡化了, 没有见出多少水花。 陆燕没有质问我, 只是问道, 林姨, 有没有消气? 我被她气笑了, 她的老婆网抱我, 她却问我有没有消气。 陆燕, 你不知道这对破事是谁造成的吗? 还是你不知道我出手对付李小薇? 电话那边的人轻笑一声, 毫不在意地开口, 她自作自受, 你可别怪在我身上啊。 你说过不会让她再来烦我, 看来陆少爷也管不住自己的老婆。 陆燕放松一笑, 很快, 她就不是我老婆了。 宋成都离婚了, 你真当她会一直掉在我身上。 陆燕当年不顾陆家反对, 非要娶李小薇, 现在却听不出对她还有多少爱意。 难道时间真的能让所有人都变得面目全非吗? 挂断电话后, 我并未把陆燕的话放在心上。 左右, 李小薇未来和谁在一起, 都与我无关了。 为了养胎, 我一直安心待在家里。 除了必要的产检, 我很少出门。 李小薇约见我的时候, 我是断然拒绝的。 但她, 却给我了无法拒绝的理由。 林姨, 你不想知道你父母去世的真相吗? 呵呵, 看来这真相, 竟是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和李小薇见面, 我谨慎地选在了闹市区的咖啡厅。 再见她, 漂亮依旧, 但厚重的妆容都盖不住她的憔悴。 还有, 平坦的小腹, 如果孩子还在, 就算月份比我小, 也早该显怀。 顺着我的目光, 她自嘲一笑, 没错, 孩子没了。 你知道怎么没的吗? 我沉默不言,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看我不说话, 她继续开口, 是被她的亲生父亲亲手弄没的。 我醋了醋眉, 陆燕在放纵, 也从不对女人动手, 何况是自己的孩子。 看着我满脸不信的神色, 李小薇大笑出声, 你不信是不是? 哈哈哈哈, 谁能相信, 天之骄子的陆大少爷会家暴呢? 这么多年, 我没找一次你的麻烦, 陆燕就会对我动手一次。 你是不是觉得这十年只有你饱受折磨, 你的每一次痛苦都会加注在我的身上, 一次不落, 就连我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那天去医院找你, 回去后被他失手推掉的。 我虽不解陆燕为何如此, 但对李小薇才是最无语。 既如此, 她还为何非要来找我的麻烦? 仿佛看透了我的想法, 李小薇的面色开始猙獰, 我就是不想让你好过。 凭什么, 当年明明是我要嫁宋承的, 可她偏偏娶了你, 就为了你死去的爸妈。 你知道, 你爸妈怎么死的吗? 是陆燕对宋承的车做了手脚, 她本想让宋承死的, 结果你, 爸妈却做了替死鬼。 你不知道吧? 陆燕早就对你动了心思, 她以为宋承死了, 她就有机会了, 没想到最后只有宋承活了下来。 更没想到, 宋承反而因为救命之恩, 跟你绑在了一起。 李小薇的效忠带着快意, 高贵的林大小姐, 就算男人都喜欢你又怎么样, 他们还不是一起害死了你的爸妈。 林姨, 你说是你可怜, 还是我更可怜呢? 哈哈哈哈, 李小薇的话在我心底掀起惊涛骇浪, 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我措手不及。 我虽对父母去世心存怀疑, 却没想到真相比我想象的还要残忍百倍。 所以那天死的本该是宋承。 我的父母为了我去找宋承, 成了他的替死鬼。 而凶手是和我们一同长大的陆燕。 陆燕的杀人动机, 是我。 在我父母的死亡里, 我, 陆燕, 宋承, 李小薇, 没有一个无辜。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双手狠狠握拳, 指甲被掐断在掌心。 这迟来的真相像一把利剑刺向我, 让我窒息。 小妇传来阵痛, 我清醒过来, 咬紧舌尖, 全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还有孩子。 李小薇看着我逐渐平静的脸色, 十分鄙夷, 不愧是林姨姐, 知道了真相还这么淡定, 看来你爸妈是白死了。 我紧紧地盯着李小薇, 这件事, 为什么当初不说, 现在又来告诉我? 李小薇神色猙獰起来, 你以为我想看着你嫁给宋承。 你爸妈死了, 宋承说都是她的责任, 她必须娶你。 而陆燕知道那天她让人动手, 被我听到了, 她让我选, 是跟她结婚还是死。 我总得活着不是吗? 做陆太太听起来也不错。 我以为陆燕喜欢我, 可她每次在床上叫的都是你的名字。 林姨, 难道我不该恨你? 你抢了宋承的人, 还占着陆燕的心, 我的人生都被你毁了。 说到此处, 李小薇的眼泪速速地落下, 毫无形象可言。 我缓缓开口, 李小薇, 没有你, 我和宋承本来就是要结婚的。 李小薇面脸泪痕, 眼带恨意看着我。 今天, 我才终于明白, 这么多年, 她恨我的原因。 她放肆大笑, 林姨, 难道你真以为没有我, 你就会和宋承相亲相爱? 没有我也会是别人, 男人有了二心, 和任何人都无关。 我平静地看着她, 所以这些年, 你和宋承纠缠, 每次都要让我知道。 李小薇歇斯底里, 是啊, 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痛呢? 我喜欢的人娶了你, 我嫁的人却只爱你。 而你, 什么都不知道, 继续做着你的大小姐, 做着宋夫人。 我费尽心机怀了这个孩子, 还被弄没了。 你该死, 你们都该死, 看着她陷入疯狂, 我的心里逐渐不安。 我心生退役, 起身准备离去,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 我该走了。 站起来后我的全身发软, 又瘫倒到椅子上。 李小薇挑衅地看着我, 哈哈, 林一姐还真是天真啊, 真以为我是找你叙旧的吗? 在我失去意识前, 我想我还是小看了李小薇。 纵然面前的咖啡, 我一口没喝, 还是中招了。 我被绑架了, 醒来后, 昏暗的屋子里, 我被绑在椅子上。 李小薇绑架我, 是为了什么呢? 来之前, 我留了个心眼, 告诉了王妈我的行踪, 想来王妈现在应该联系上了宋城。 四眼的灯光亮起时, 我一度睁不开眼, 接着, 映入眼帘的是空无一物的厂房, 和一脸得意的李小薇。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回应我的是李小薇不留情的一巴掌, 和居高临下的讽刺。 林怡, 落在我手上, 你最好乖一点, 我还能让你活九点。 我的嘴角出了血, 冷漠地说, 你要是想杀我, 就不会等到现在了。 李小薇不以为意, 林怡姐这么聪明, 不如猜猜, 先找来的是宋城还是陆燕。 我问道, 宋城这些年对你照顾有加,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李小薇看着我, 眼中有一丝怜悯, 呵呵, 她要是爱我, 怎么会都离婚了, 还不愿意娶我? 这么多年, 她是对我有求必应, 可你知道, 她透过我, 在看谁吗? 我不好过又怎样, 你也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没得到不是吗? 我怎么会不懂呢? 宋城对我的感情, 早就刻在骨子里, 就算暂时的怡情, 也终会屈从本心, 选择自己的爱人, 可她早就不敢爱我, 不能爱我, 也不配再爱我, 这十年, 她守着心底的秘密,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样消耗着彼此的爱意, 一起等着被真相凌迟的这天, 我不要宋城了, 宋城也不会是李小薇的, 我和李小薇, 究竟谁更可怜呢? 我也想不清楚, 但我知道, 浑浑噩噩中, 我们四个人, 谁都没赢, 我知道宋城在李小薇身上, 找到了我的影子, 但骄傲如我, 不肯原谅宋城, 哪怕一时的背叛, 父母去世后, 我主动要嫁给宋城, 我从一开始, 就知道自己有罪, 这段婚姻的囚牢, 使我主动入狱, 连带着给宋城也判了刑, 我知道宋城无法面对我, 我知道宋城保护李小薇的隐秘心思, 我自己种的果, 怎么会不知道她苦不苦? 若非这个孩子, 我怕是如今都无法放过自己, 和过去和解, 我闭上眼, 保存体力, 等待着最后的审判到来, 是一个找来的, 是宋城, 看着我被绑, 宋城脸色大变, 她刚想上前, 就被贴在我脸上的匕首吓退, 宋城声音颤抖, 看着李小薇说道, 放了林仪, 你有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 李小薇脸色苍白, 像一个女鬼哥哥笑出声, 成哥哥, 那你娶我好不好, 要不是林仪, 十年前你就该娶我了不是吗? 我杀了她, 就没人阻拦我们了, 宋城一口硬下, 好, 我娶你, 你放了她, 我们马上结婚, 李小薇的手一抖, 我的脸上渗出一丝血痕, 此时的她像一个疯子, 嘶吼着说, 骗子, 你在骗我, 你只是想救林仪, 你从来都没爱过我, 当年你不肯娶我, 这么多年也从不碰我, 就连离婚了也不要我, 我只是个影子, 用来代替林仪的影子, 你光明正大的偏袒我, 却小心翼翼地爱着她, 你想看她在乎你, 为你吃醋, 这么多年你默许我的动作, 可她从来没有反应, 哈哈哈哈她不爱你, 她早就不爱你了, 李小薇的话, 让宋承僵硬的脸色碎裂开来, 宋承脸色颓败, 低沉说道, 是我对不起她, 你放了她,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 你还可以做你的陆太太, 陆太太这三个字, 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 让李小薇更癫狂起来, 她将匕首贴近我的脖子, 我的脖子很快就出了血, 陆太太, 谁知道风光无限的陆太太过的什么日子, 没有爱, 没有尊严, 没有名字, 甚至连唯一的孩子都没了, 我恨你, 是你让我爱上你又不要我, 我恨陆燕, 她娶了, 我却把我踩在脚底, 我恨你们, 你们都该死, 脖子的痛意让我不敢乱动, 没人敢惹一个疯子, 你要是恨, 就杀了我, 是我对你动的手, 你想报仇冲我来, 陆燕冷冽的声音随之而来, 她俊朗的脸上满眼血丝, 眼圈发黑, 一身狼狈地赶来, 用我来换林姨, 这么多年, 是我灵灭你, 李小薇惨然一笑, 哈哈是啊, 罪魁祸首是你, 可是, 似乎林姨死了, 才更让你心痛呢, 陆燕沉沉地说道, 林姨死了, 你也活不了, 李小薇笑忠带泪, 是吗? 可我早就不想活了呀, 死之前, 拉你们心爱的女人垫背, 也不算亏, 宋承冷静地说道, 李小薇, 林姨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你要报复, 找谁都不该找她, 李小薇眼神发狠, 匕首又贴近了一寸, 林姨无辜, 那我呢? 是林姨带我认识你, 是你没拒绝我, 是陆燕要跟我结婚, 凭什么, 凭什么不幸地只有我? 我平淡地说, 李小薇, 你觉得痛苦, 可我也什么都没得到, 现在我选择了放手, 你也可以, 李小薇冷笑一声, 太迟了, 难不成你以为, 今天之后我还能活着吗? 这时, 陆燕一拳砸到宋承脸上, 开口大骂, 就是你他妈惹来的风流寨, 没有你朝三暮四, 哪来这么多破事? 早知道, 就该让林姨嫁给我。 宋承听到这句话, 也抱起反公道, 你做梦, 林姨只会是我的妻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从小就觊觎林姨。 那也比你这个渣男强, 搓磨了林姨这么多年。 李小薇不是你要娶的, 她的野心不是你养起来的。 我娶她是为了让林姨安心, 结果你他妈结婚了, 还不老实。 两人你来我往, 拳拳到肉, 都下了死手。 眼看着两人都把对方往死里打, 李小薇放下匕首, 破口大骂, 你们住手。 就在这时, 一枚子弹射入李小薇的胸口, 鲜血洒了我满脸。 昏过去之前, 我仿佛看到了宋承和陆燕向我跑来。 结束了吗? 再次醒来, 是在医院的病房。 空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 宋承守在我的床边。 见我醒来, 宋承急忙叫来医生为我检查。 确认我没事后, 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手缓缓摸向腹部, 宋承立刻说道, 孩子没事, 但你之前动了胎气, 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孩子如今不足七个月, 我也确实有些担心。 我喝了一口宋承递过来的水, 才觉得嗓子舒服了许多。 李小薇呢? 宋承沉默一瞬, 然后说道, 她死了。 陆燕来之前报了警, 狙击手开的枪, 当场死亡。 我闭上眼, 一股良意袭上全身。 李小薇的死, 恐怕不只是因为绑架我, 还因为她知晓的真相吧。 我声音嘶哑, 李小薇那天跟我说, 当年你的车是被陆燕动了手脚, 所以才会刹车失灵。 李小薇听到了, 所以陆燕才会娶她。 宋承脸色骤变, 一时难以置信。 是啊, 他们虽然不对付, 可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没想到, 陆燕居然曾想要她的命。 那天晚上, 我爸妈为什么会坐你的车? 宋承一脸痛苦的回忆, 良久, 开口说道, 那天, 叔叔阿姨来找我, 让我把李小薇送走。 那时的我, 年轻气盛, 一口拒绝了他们, 还说说要和你退婚, 叔叔气得病发, 后来吃了药。 回来的时候, 我不放心, 非要他们坐我的车, 都是因为我。 本来, 他们不用死的, 该死的是我, 是我, 宋承失声痛哭, 被愧疚和自责压抑了十年, 一朝宣泻, 泪水四流。 我直视着宋承, 宋承, 对你的车动手脚, 是不会没有痕迹的, 除非证据一早就被人掩盖了, 而能做到的, 必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宋承相是意识到了什么? 哑然失色, 答案昭然若揭, 是宋父宋母啊。 原来这么多年, 他们对我的疼爱, 除了从小的喜爱, 还有深深的自责。 所以, 宋是今日的地位, 除了宋承经营得当, 还离不开陆家的补偿。 呵呵, 这世界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堪。 我看着宋承, 认真说道, 宋承, 凶手不该逍遥法外, 我父母的死不能就这么算了。 宋承的眼中有愧疚和自责, 还有痛苦和难堪。 他点了点头, 看着我说,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接着, 脚步踉跄地逃离了这里。 那天宋承离开后, 许久没来过。 病房里, 我收到了宋市企业 狙击陆市的消息。 陆市底子深厚, 宋市也不容小觑, 两大企业打擂台, 江城的经济都动荡了。 宋父宋母来看我的时候, 我换了称呼, 叔叔、 阿姨, 只一声称呼就让两位老人红了眼。 宋母哭着对我说, 乖乖, 是宋家对不起你。 当年陆老爷子找到了我们, 逼我们盖下这件事, 我们只是个小企业, 所以, 看着哭得不能自已的宋母。 我的心像被铁丝缠绕了一般, 又紧又疼。 我缓缓开口, 阿姨, 如果当年出世的是宋城, 你们也会这样吗? 两个老人哑然无声, 怎么可能呢? 如果死的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哪怕鱼死网破, 他们也要讨个公道吧。 叔叔阿姨, 如果你们是劝我放手的话, 就不必再说了。 或许你们当年有你们的难处, 但我父母的死, 我会追究到底,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看着我眼神中的坚定, 宋父宋母的脸色几经变化, 终是没再开口。 他们离去前只说了句, 乖乖, 我们活到这个岁数了, 什么都不怕了。 只是对上陆家, 我们担心你的安危。 可是, 我又怕什么呢? 约见陆燕的时候, 他并未推辞。 来到病房的时候, 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一点没提宋诚最近的动作。 我按下被子里的录音笔, 开口问道, 当年是你让人对宋诚的车做了手脚, 才造成了我父母的死亡。 是。 陆燕回答的没有半点犹豫。 为什么? 陆燕神色认真起来, 看着我道, 我想让宋诚死, 他既然让你伤心, 又何必活着呢? 你怎么做到的? 我给了宋家的司机一笔钱, 事后把人送去了国外。 那司机现在在哪儿? 陆燕沉默一瞬, 目光直直地看着我, 接着轻笑出声。 他昨天回国了。 我的呼吸乱了起来, 陆燕的目光赤裸又灼热, 仿佛看穿了我一般。 他承认得干脆, 像是预料到我会问什么。 陆燕长叹一声, 林姨, 这么多年, 守着你长大的, 不是只有宋诚。 她是个什么东西, 敢对你三心二意? 这么多年, 我玩弄折磨李小薇, 就是为了给你出气。 我是想让宋诚死的, 但没想到死的是你父母。 我很抱歉, 我本想守护你, 可没想到给你带来痛苦的反而是我。 林姨, 对不起, 我也不是个东西。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会让你如愿的。 陆燕离去后, 她的话还回荡在我耳边。 今天的她, 卸下了从前的伪装, 让我看到了未曾见过的另一面。 走之前, 她对着我释然一笑, 像是终于得到了解脱。 很快, 我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将录音笔交给宋诚的时候, 她说那个司机自首了。 警察抓捕陆燕的时候, 她没有反抗, 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这支录音笔是陆燕送给我的辅助证据。 但我知道, 如果她不愿意, 没人能动她。 我不会代替父母原谅她。 就让法律去审判她吧。 如今李小薇死亡, 陆燕入狱, 我和宋诚离婚。 我们这段故事, 终于走到了尾声。 最后三个月, 我准备就在医院待产。 这几个月, 宋诚每天下了班都过来, 似乎要把以前缺失的陪伴都弥补回来。 不论我的抱怨还是冷眼, 她都照单全收。 这期间, 赵衡来看过我几次, 宋诚差点和她打起来。 绯闻事件后, 赵衡的事业也被波及, 我有意回避了见面。 如今事件平息, 她已打理我资产的理由, 恢复了往来。 她是孩子的父亲, 我没拒绝她的探望, 但还是将手里的资产慢慢收拢, 还给为出生的孩子办了信托。 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离开的。 生产这天, 宋诚和宋父宋母, 以及赵衡都守在病房外。 我的生产不算顺利, 到第二天晚上, 女儿才平安出生。 看着皱巴巴的婴儿, 我的心里觉得十分满足。 真好, 我又有家人了, 我给孩子取名叫林安安, 这辈子只要她平平安安就够了。 孩子出生第二天, 赵衡就向我求了婚。 我没答应。 我很清楚我有多爱我的孩子, 但我也很清楚我不爱赵衡。 我曾为了得到一段婚姻, 一腔奋勇困守十年。 如今, 我再也不愿, 为任何相爱之外的理由, 再入围城。 这只会带来更多不幸。 我爱孩子, 但我要先为自己负责。 拒绝求婚时, 赵衡脸上的笑意 暗淡了很多。 他说, 他是我江大的学长, 我追着送城跑的那几年, 依然是江大很多男生心中的红玫瑰。 向来游刃有余的赵衡, 袒露心意时, 难得地休暖了几分。 林姨, 那天晚上我很高兴, 我终于摘到了心里的红玫瑰。 可惜, 这只玫瑰还是不属于我。 林姨, 希望你幸福。 孩子, 我永远都会负责。 我的运气似乎也没那么差, 起码赵衡的确是个不错的男人。 离开江城的这天, 天气很好, 万里无云。 我的心情也说不出地放松。 王嫂没有孩子, 这么多年照顾我, 我要离开时, 她也主动跟着一起。 机场内, 准备过安检时, 我看到了匆匆赶到的宋城。 她急切地开口, 林姨, 留下来, 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 我会对她视如己出。 我一定做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 让我弥补你, 好吗? 看着这个占据我生命近三十年的男人, 我一阵恍惚。 曾经的爱恨陈痴, 只剩下了如今的淡然。 原来, 这就是放下。 我平淡地说, 宋城, 过去的事我已放下。 未来, 你好自为之吧。 宋城红浊眼, 跪下来求我, 乖乖, 你再看看我。 我努力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微笑, 转身离开。 飞机起飞时的失重感传来时, 我想到宋城最后问我的那句, 你还会回来吗? 或许吧, 也许很快就回来, 也许再也不回来了。 我却不回来。